大家好我是阿偉歡迎來我的頻道 今天的暑假真的好熱但遊戲市場是真的涼 新出的射擊遊戲不管是TF還是XD反響都沒那麼好 整個暑假最猛的大概就是愛爾登的DLC吧 而且最近幾個月線上射擊遊戲的表現實在慘淡 環境也越來越差 我們印象中有那些射擊遊戲的刺激感與成就感也慢慢在漸行漸圓 最後許多熱愛FPS類的朋友最終一直默默氣坑或轉玩其他遊戲 但我相信還是有很多人是只裝愛FPS的就像我 本身就不愛太濃的遊戲 所以今天的影片就是來介紹無款我個人最愛的單機射擊遊戲給各位 那這些作品許多都有多人模式不過我並不會提及到 主要還是以單人劇情為主 講解的過程中我會稍微提到一點點劇情 但主要的重點是放在遊玩體驗與操作手感的介紹 所以如果是很介意爆雷的朋友可以直接關掉 看時間軸推薦什麼遊戲就好 這次我總共自從我的記憶裡調了無款給大家 這無款除了劇情精彩又好玩之外 重點是他們與前作都沒什麼關聯 都可以直接遊玩 不用在劇情上多做功課 甚至有兩款就是一代所以放心 OK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第五名決勝時刻黑色行動5冷戰 在經過一代沒有擔任劇情的黑色行動後 2020年COD冷戰正式上市 但其實當年出來我並沒有馬上碰 一方面是盲APS 一方面是黑色帶給我的痛苦 依舊在腦海中 最後在今年暑假找不到遊戲玩的時候 我才想起了他 下載一碗 我吵 上癮 這帶入感與射擊手感 這不是在開玩笑的 可以說是我玩過的FPS中屬於很頂的 那冷戰的劇情射箭就跟他的名字一樣 實踐就在美蘇兩國競爭的時代 槍之偶也都是大家耳熟能詳的 像是MP5 AK47 M4 M16 等等 但除了槍之外 本作最棒的特點 我個人覺得是場景氛圍的營造 以及超棒的BGM 不管是越南戰場 還是東柏林 蘇聯特務大樓 還是古巴境內 都會讓玩家順利情境 就好像你是真的出身在那個年代 為美國小禮的特務 這作比較特別的是他在一開始 會讓你去選擇 主角的姓名 軍種與天賦 比較重要的是天賦部分 我個人是選傷害與生命 各加25%比較萬用 而這作的劇情也是非線性的 你可以自由選擇任務甚至結局 每一個任務中不同的選擇 都會影響最後結局的變化 在劇情選擇與角色設定上 忍戰給的自由度是非常高的 那缺點的話 我個人是覺得整體難度偏簡單 而且劇情關卡較短 每次打完都有種意猶未盡的感覺 結局的部分 雖然可以藉由幾個支線去變化 但除了大減之外 不外乎就是幾行字有改動 有點可惜 但整體來講 COD冷戰絕對是一部上層之作 但建議是特價的時候再購買 不然他的本體就1899貴得驚人 而且我猜多了魔射 應該也都一片死極了 跟黑四一樣 第四名 一樣也是決勝時刻 想不到吧 沒錯 COD現代戰爭2019重製版 別名使命召喚16 對喔 COD的名字 對於不是老玩家 我來說真的很難認 這一部本來是沒有想碰的 但觀眾瘋狂推薦我 而且還把帳號借給我 人真的太好了 結果 不管還好 一晚直接破了幾個小時 太讚了 所以在COD的時間 就是我們的年代 所以裡面不管是槍支 還是場景 都更加現代化 打擊手感 略輸冷戰一點 但關卡設置比冷戰好非常多 這在COD的劇情 你可以體驗到非常多 不同的戰術風格 而且這些風格 是由每關不同的場景決定的 像是中東戰場 就有狙擊任務 與推進任務 英國倫敦則是有 遭遇戰與室內CQB戰術 整體來說 現代戰爭重製版 可以滿足你當特種部隊的夢 而且這一代的真實難度非常過癮 不僅沒有UI 還超容易暴斃 前前後後 我至少死了快兩百次左右 而冷戰我算也是 打真實難度 但並沒有現代戰爭的刺激感 這麼說好了 以潛行關卡來比較 現代一只要被逮到 基本上就是死 很考驗技巧 但冷戰的 就算被發現 壓一次給人用槍法硬A過去 就感覺沒那麼間諜感 OK缺點的話 我覺得除了劇情稍微粘薄的點外 並無太多問題 但這部分也有可能是 因為我不是COD老玩家 對於角色沒有太多的感情所導致的 價格一樣是 11899 也是建議特價再買就好 並且有COD舊座現在應該都是買來打劇情的 多人早就排不到了 如果想體驗的觀眾也可以跟朋友借個帳號來體驗看看 第三名 我認為是畫質 整個場景細節拉滿 尤其是這種 末世風格的遊戲 帶入感是真的很重要 你能想像你開著 XX黏土人那個畫質玩最後生還者嗎 當然操作的部分就稍微普通 跟惡靈古堡差不多 槍枝打擊感偏普通 近戰則是明顯舒服不少 但因為是第三人稱的 打法就不要偏向掩體戰 不過這作的重點是氛圍 普通難度就是玩家看劇情 而困難則是體驗生存與支援不夠的緊張感 裡面不只有各式各樣的感染者給各位玩家壓力 甚至連同為人類的倖存者也會成為玩家的敵人 簡單說 你如果是一個愛打殭屍 愛莫斯風格而中劇情的玩家 這款真的不能錯過 劇情的部分我就不爆雷了 網路上已經有非常多的解說與評論 有興趣可以進去看看 再考慮要不要入手 那玩過我朋友 除非你錢很多 或是你想在PC上玩 不然就不用買了 因為這一版就是畫質提升而已 而且配備要求非常的高 但我想這類單機遊戲應該多數都是看過 知道但沒玩過 所以還是很推薦大家買來玩看看 而且價格比上面兩款COD更便宜 就算沒特價也是推薦可以下手 不會後悔 第二名 泰坦雨露2 根本這不用再多說了吧 之前甚至都多出一部影片來介紹 這一款的劇情可以說是讓無數男人落淚 尤其是BT最後那句相信 這邊有範類的留言區喊加一 這款的打擊感與操作性可以說是FPS遊戲中最頂的 重點是它有著其他遊戲沒有的獨門操作 也就是跑牆 在遊戲中你將擔任軍隊中的頂級戰力鐵域 每個鐵域除了技能與身法外 都還配有一隻泰坦可以召喚下來戰場幫忙 而這款的主軸劇情就是一人一擊 邊培養感情邊升級邊通關 然後最後讓你在電腦桌前面偷偷哭泣 沒錯泰坦雨露2是唯一款讓我差點噴淚的單機神作 每個的朋友強烈推薦 而玩過APEX呢必須得玩 裡面非常多的技能與槍枝都會讓你產生許多的共鳴 畢竟APEX是他的兒子嘛 如果你是喜歡高節奏戰鬥與喜歡機甲男人這款大推 售價部分則是799 但這邊阿維建議你直接等特價或是買EA會員玩就好 多人模式我之前是都還排得到 現在24年就不確定了 最後我不認為泰坦洛2有缺點 硬要講我認為就是EA不出三 這就是這系列最大的缺點 我相信大家現在一定都在疑惑 作為APEX的我為什麼沒有把泰坦2放第一 因為各位接下來我要推薦的這款才是港港的單機射擊遊戲元老 來一起來歡迎第一名 戰力時空黑山基地重製版 又成半條命或Hoff-life 這款是我從小到大都在玩的神作 劇情好簡單來說就是一位物理學家到了一個名為黑山基地的地方做實驗 結果實驗整個大失敗導致爆炸就算了 還意外製造出一個通往外星人世界的蟲洞 在接下來的時間裡主角為了生存就一路殺了出去 劇情就是這麼簡單樸實無華 這款戰力時空有非常多不同的版本 也有著不同的劇情 而且因為年代久遠很多舊版的畫質早就跟不上時代了 所以如果想入坑的朋友建議直接購買2020年初的黑山基地重製版 整個畫質超優而且氣氛恐怖 裡面有著各種不同的外星生物與陷阱等著你 而結束黑山基地後接著戰力時空二三不覺也是神作 但礙於篇幅就不提太多了 至於有玩過舊版戰力時空的朋友 這個重製版也很推 他跟最後生還者不一樣 這個重製除了大字句其實沒變外 許多的路線以及場景都有做優化 畫質與物件更是精緻非常多 重點是這版的戰力時空是可以跑步的 想不到吧 而且這款價格甚至才328真的是很佛 戰力時空這個系列真的是此生必亡 我既是除了VR版的愛迪克斯沒玩到外七的 幾乎都是被我玩了個便兒 戰力時空黑山基地推 好啦今天的阿維推到這邊就差不多了 此部影片提到的作品我都是稍微介紹 因為我認為當機遊戲就是要自己去品嘗看看 即使你可能早就知道劇情是什麼了 但實際玩過真的跟看解說影片也是兩碼之事情 最後如果你是囊中羞澀的朋友 除了等特價外也可以跟三五好友一起湊錢買一個共享 而泰坦2跟戰力時空則是只要500元就能買到 一張500換一個快樂暑假值 OK我是阿維感謝你們觀看 希望你們有一個美好的暑假 我們下次見 heb閒我孝明 我們下次再見 小明星爸爸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見